不要忘记哦 最近很多的美股财报 还是陆续的出炉 坦白讲每一家 在当季的财报数字表现出来都不错 重点就是在未来的展望 那META呢 META跟我们台股的关系如何 因为昨天晚上META是大涨 好 施俊 真的很希望可以常常来哟 因为上个礼拜台风天 也把你给放掉了 对 本来要来的 这个台风天 我也在家里很难过 结果风灾完了就变成股灾 好 风灾完变股灾 好 那不过 其实美股有一些救世主 像AMD 昨天晚上回答一大涨 META的状况也不错 到底我们要怎么判断 因为AI看来 还是今年很重要的主轴 今天的反弹 有机会延续下去吗 好 那可能要证一下 没那么容易都一直持续涨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这波真的是 陈也AI 拜也AI 好 先看META财报 看META之前先看回答 因为昨天是这个 大摩把回答列为首选股 还有国会的女股神 没错 所以回答昨天 居然绑涨了13% 那最近META跟回答 是还蛮麻吉的 执行长还可以互换衣服 那META搞不好也跟风涨 因为META讲说 还要执行长讲到说 要买很多这个回答的 H100 GPU 来增加他的AI运算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这个AI到底对他有没有帮助 看起来是有 因为他讲到他的广告收入是真的不错 我们先看他的财报 那除了说角树很亮眼的财报 还有很亮眼的财测 所以说盘后股价是大涨的 差不多6-7% 我刚刚看大概6%左右 因为都超乎预期 我们先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就他公布的数字 他第二季是赚了5.16美元 比预估的好 然后营收390亿美元 也比预估的好 净利也比预估的好 那估计 那其实有时候股价是看前景 对那他估计是 385-410亿美元 那取中值就是397.5亿美元 也打败这个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 预期本来是390亿美元 所以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AI战队有没有机会强势回归 好当然今天 大家很开心 台积电台积电其实这波还算强 因为他连记线都没有破 他涨了2.7% 那再来像迪人真的散热 今天也稍微做反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公布 因为半年报会陆续开出来吗 那今天有涨的不错 比如说像这个自贸 今天涨了7.3% 他公布他自半年报赚了5块6 那星星今天涨1.95% 其实星星他公布他的财报是差强人意 第二季 因为不管是毛利率 或是他的展望 其实都还好 但是我认为说ABF 因为之前是大扩产 所以可能就是有一点功过于求 但是经过了这几年的打消之后 星星也讲到 不管是第三季 不管是在AI伺服器 或是AI智慧机 应该都会慢慢的回来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 星星前一波没长到 有机会长起来 法人士都看得中立 也有看好的 算是看法比较分歧 我今天把所有的报告 大概看一遍 看法对星星是比较分歧 杜达是从1101开始看吗 你是把所有的报告都会看一遍吗 因为早上一定有很多报告可以看 那再来就是永信件公布财报也不错 那也涨了3.1% 好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说 这个先看筹码 因为最近大家被这个外资的空单搞得很毛啊 对 因为你看期权也是吗 对不对 因为就是怎么样不降 对 大跌了也不降 当然涨了还加空 对 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期权筹码 外资今天居然又给他加空了4200 真的 很讨人厌 不补就算了 赚钱不补就算了 还给你加空 他给你加空 因为他今天是买超吗 他今天买超也没有买很多 160几亿 以400多点来说 对 加空了4200口 他很有信心认为说这行情涨不动 我觉得外资的想法是这样 他一方面买 那买的心不甘情不愿吗 买的少 他就给你加空一堆期货 对不对 他认为行情就是可能涨太动 直白一点就是这么意思 对就是这样子 散户的话看一下这个多单都没退 小台散户多空比还有正3的7% 那多单没有退的情况下 指数要V转难度就比较高 那你真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转强 那我就列几个条件给大家看 第一个外资转买超两天 两天就好 两天就可以了 这波我从来没看到 外资买超两天 他都这一天 隔天就给你大卖 所以很讨人厌 标准只有两天 两天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再往下看 空单要小于2万口 这就很难 对因为你 为什么要2万口 因为3万口的话 他随时再加空又快4万口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2万口一下 好吧 对因为其实 外资的空难就是以2万口为基准 他只要突破2万口 他就是看空 好再来融资要小于3000亿 也有点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从6月起涨的时候 那时候融资是不到3000亿的 所以你看这波起涨 到现在拉回之后 昨天融资还有3200多亿 所以这波融资基本上就是看红就稍微追一下 今天晚上再看一下 应该又继续进场中 对可能会小小进场 因为昨天有大局进场 今天可能小小进场 对 昨天有大局进场 对所以我觉得融资要降会比较好一点 那再来第四个条件是已经符合三日不破敌 站回季线 但前面的是还没 好那既然我认为8月台股是属于震荡 然后可能就是要来回操作的话 所以你要挑一些好股票 用一些条件去筛选 那我认为 首先你要找一个大户跟着他买 那就是投信 因为这波投信几乎都是占买方 那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 那至少他是真的一直买 好那我们筛几个条件 第一个投信要买或是400张大户 他的持股比例是增加的 第二个第二季营收高成长 最近常常在公布这个 第二季季报半年报 很容易爆雷 公布不好马上跌下来 那如果说他第二季营收是高成长 那合理预估毛利率如果不要掉的话 他的这个第二季的EPS应该不会太差 好再来就是要在季线之上 那大盘今天才回季线 那我们找的股票尽量都是一直在季线之上 代表他是强势股 你找不要多大部分很强 也都蛮强的 那就是说有些的话可能是底部刚起来 有些是都一直都还蛮强 我们就筛几档给大家看 比如说像这个最强的 那就是精彩了 台积电的转投资的封测产 那就是这波台积电子公司 他以他最强 创意就稍微弱了一点 那你看投信真的买很多吗 买了8000多张 他股本也很小啊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字帽 他上半年已经公布了5.6还不错 然后再来像是以PCB的话 像镜像电子底部刚起来 最近10天投信买了5300多张 好那再来就是连接器的 帽连KY跟正林 帽连KY真的很强 我们之前来刚好讲到这档 这个可是 对啊 市郡有在推荐的市场是非常的标 那我们之前讲到说 因为他打入挥达的 挥达的GB200的供应链 这个汇流牌的连接器在台厂 他算是独家供应 好那帽连也就是涨多了 那就来看看其他 就是看一下正林 连接器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那再来营建股 营建股真的是强的让人要人老命 真的能这样说 本来以为说他只是说 电子股休息的时候 他电档演出 对结果今天电子股强 他继续强 人家要演男主角 对他男主角那 营建股当然就很多的题材 当然就可能就 房价涨 行情安政策 然后预期通膨 再加上 可能股市赚的钱 卖一卖去买房子 大家股市涨多会怕 而且股市跌下来会觉得 早知道就去买房子 对没错 所以说营建股 我筛选几档是投信有买的 投信有买 然后第二季营收 基本上都计真 然后投信有买的就是像 贯德 达利 永信建 国产 我们先看 这个AI部分 好 金像电 你挑两档 一档是金像电 一档是正零 那金像电来看 首先你看投信 最近10天是买超 5300多张 最近都有买 然后400张大物比例 也有增加 那你再从他的股价面来看 他是之前的高点 是在280 所以有修正过 修正过之后 出现一个底底高 每个底部都比 每个底部还高 而且今天的话是连续三根红K 最近三根红K 最近突破了所有的均线 这种最好 因为均线全部纠结在一起 然后六条均线全部往上 那如果说这个已经打出一个底部了 然后这边再打一个底部 往上其实就还蛮有空间 那我看了一下报告 这花旗是看蛮乐观 他看是280 花旗的目标价 回到原本的280 就是280 因为认为他的获利跟毛利率都会上来 所以这档算是相对低档安全的标的 影响电 也是比较传统的老AI概念股 然后再来看就是镇林 那其实这波很多连接器的股票很强 因为第一个搭上这个AI伺服器 然后也搭上这个资料中心跟电动车 所以说AI伺服器 这个连接器族群 除了说茂莲以外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814C的镇林 那还有跟辉达有没有关系 也有 那他的大客户 就是辉达子公司脉轮科技 还有拿到他NVlink交换器的大单 所以他公司派是讲到 他的AI的营收比重 比去年倍增 上看50% 大概45到48% 上看50%那就不得了 如果说AI比重拉起来 那势必毛利率营收也会拉起来 好那再来先看一下 筹码的话是还可以 因为最近外资是有在进场 投信有陆续买一点点 没有买很多 至少不是卖超的 但至少投信有看上他了 对有看上他 就是买一点买一点 万一写一份报告 突然大买 一人难说 那我们先看一下股价 你看到报告要通知我们 没问题 每人都盯着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两股票 之前的话是打出一个漂亮的底部 那最近是往上冲 有跟着帽连一起往上涨 那刚好拉回到前一波 这边是算是一个支撑区 我们看一下 这边 这边算是一个支撑区 那刚好拉回 没有破 而且今天也站回月线 股票要站回月线其实很少 最近找股价你要站回 因为大凡是跌破离月线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就是相对大凡强 好那拉回到起涨点的时候 这边其实布局是还蛮不错 因为至少说这边的支撑 是还蛮稳的 那看未来有没有机会 再站上最短的这条 就是十字线 上去之后看有没有机会来挑战前高 我觉得机会蛮高的 好那再来看一下 营建股 营建股因为有些比较比较 我们找比较稳健的 你刚刚讲的京城 对于创历史新高一路右上 相信昨天你可能会心惊胆战 我们找一点比较稳健的 好然后也比较低价 比较清明的 好低价我们看这个贯德 名门的 对名门正派 名门正派 那贯德的话当然就是百亿大案 三重新天会已经开始交污了 所以法仁姑说上半年应该可以赚到4.99 那今年大概可以赚10块 那之后还有很多啦 还有很多会这个 完工路障 比如说安慕屋 台北市安慕屋 贯德的信义豪宅 台北市的大指站 很多啦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股价 坦白说它不是说很好操作 营建股里面 它不是说非常好操作 因为它每次冲上去的时候 就会洗洗涮 都会回来 都会回来 那我发现最近投信也是买蛮多的 投信对他蛮喜欢 蛮喜欢买贯德的 那可能有些是这个ETF买的 那400张大物也是往上增加 那这档我建议操作 它之前的支撑大概在这一区 大概就在季线附近 所以说你拉回到季线再做布局 因为它每次追高 它都容易拉回 那这档就是尽量是以区间操 目前的话是先看区间 箱形区间 那到了箱形下缘 你再做布局 不要用追价 那什么时候再转强 就是把前高给突破了 这档就是比较偏震荡走高的格局 再来看国产 它也算另外一类的这个台积电概念股 建厂的 对 算建厂 因为它台积电要用这种高单价 强度的玉拌混凝土 所以国产它就是台湾这个台北里面 就是台湾里面最大厂的玉拌混凝土部分 那我们看它的股价其实也不是说太好操作 不过最近有开始转强 因为它相形高档相形整理很久了 好有突破 最近才往上做突破 所以说基本上你就沿着无日线实现操作 你只要拉回到无日线实现 你就可以稍微做点布局 因为我看不管是400张大户 投信基本上筹码都是偏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股票是比较稳健的 比较稳健的营建股 这两档都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那讲完了就是好的股票 好强的 对 比较弱势一点股票 因为现在行情我觉得就是震荡整理 它并不太可能V转 那你必须说你要做点价差 有些弱势股你可能反弹 做减码换股会比较快 好 这一波应该很多人也有套牢的弱势股 等于这一话也要教大家 谈上来其实你应该适度的做换股 对你的资产才比较有保障的啦 没错 因为不然的话 像刚刚杜大师说要做得很好 但是大部分的人这波其实都做得不太好 大部分人可能都跟他做相反方向 这波真的很难做 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些 我筛选的一些就是说条件出来 比较弱势的股票 第一个法人卖或大户卖 再涨上来反弹 法人还是卖 大户还是卖 当然要小心 当然 对 再来是第二季营收衰退 那基本面就不行了 基本面不好 那再来就是跌破半年线或年线 那我们来挑几档来看一下 挑两档 我们就简单看现行 当然 第一档我们先看最近最弱 今天台股反弹了400点 结果还在破底 就是中华车 当然就败给政策 有时候强势股就是败给政策 政策面如果有一些新的规定出来 那也没办法 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台湾有些新的政策 就是要制定国产化比率 而且是逐年的拉高 那股价的话 就是比较弱势 非常弱势 这个大户也在卖 所以基本上有反弹 那全部都层层的压力关卡 如果说能反弹 不管是时日线或是年线 尽量就是减码换股 好 再来就是财经 那以这个族群来看 就是说面板来看 财经算是最弱的 好 因为友达或是群创都还有什么 散出型封装 对 尤其是群创有 大家可能看群创有这个消息 就去抢这个财经 就抢到一个跌破跌股票 那很简单来看 因为目前来看 就是说他的营收也不好 历史新低 第二季 上半年净损也是负的0.81 其实蛮多的 法人也是都是卖超 三大法人最近是卖了 5天卖了1.4万张 那股价的话 因为跌破票面 跌破票面 它算是一个蛮弱势的讯号 跌破10块 那如果说真的能反弹 上面都是压力 尽量都反弹到这个压力区 稍微做点减码动作 尽量不要去做摊评 是 因为现阶段的话 我们持银宝泰 选择比较强势的 弱势的要早点处理 因为都有可能随时反弹 所以反弹是让大家 可以做弱势股肩 对 这样太好了 好 这边非常谢谢 世俊希望能够常来哟 一定一定